2021年10月19日,NASA发布了伊犁号火星车拍摄的火星最新视频 视频中,伊犁火星探测器使用自动导航技术在9月12日,即任务的第200个火星日,行驶175米 前8米是控制团队设计好的路线,之后的167米则完全由伊犁号自主完成 伊犁号构建了周围的3D地形图,自动导航系统根据该地图评估火星车行进路线的安全性 控制团队的工程师称之为在地图上爬行 自动导航系统接管伊犁号后,漫游车会自动选择一条到达预定目的地的路径 并不断更新以伊犁号为中心,周围30×30米范围内的3D地图 伊犁号的自动导航系统能自动规划选择最优路线,并绕过延时或其他障碍物 视频由漫游车的导航摄像头记录,它们可以是彩色的 但无疑黑白图像更适合导航,这能显著减少系统的数据处理量 视频已加快了大约200倍,每帧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有30秒 伊犁号火星车共有两个麦克风,其中一个麦克风安装在围杆上摄像机旁 另一个麦克风安装在漫游车车体上,固定在漫游车的侧端 这两个麦克风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到 科学家把这些麦克风安装在漫游车上 他为我们了解火星提升到一个新的维度 那么,这些来自火星的声音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信息呢? 可以帮助我们探索火星,了解火星环境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火星声音的传播,深度认识火星大气层 其次,我们可以听漫游车分析岩石的声音 从中了解岩石材料的特性 最后,我们还可以听听漫游车发出的声音 以便更好地了解车内仪器的健康状况 火星和地球的声音是有区别的 地球上的声音有非常丰富的斜波 我们可以听到多个频率,得到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声音 在火星上,稀薄的大气会减小很多高频率 因此,我们能听到很多较低的频率 而更多的是孤立的声音 比我们在地球上听到的声音更柔和一点 这是一份火星声音清单 列出了迄今为止,我们在火星上收集到的一些声音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 这是火星上的风声 我们能听到风吹过火星地表 配上火星尘埃和沙尘暴的图像绝了 这是伊犁号火星车在火星上的行驶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它根本不像是我们印象中的车轮声 这是因为漫游车的车轮是全金属的 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橡胶材质 所以当轮子滚过岩石和沙子 会出现清脆的吱吱作响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能听到超级摄像头击打岩石的声音 我们已经拍到了很多超级摄像头激光打出小孔的图片 但这是第一次能听到激光击打岩石的声音 这种声音还能帮助科学家分析岩石的特性 也是他们最喜欢的火星声音之一 这是机制号火星直升机在火星上飞行的声音 这种声音也证明科学家的模型完全错了 火星大气可以传播的声音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远的多 通过火星车传回的这些声音 再配上荒凉寂寞的火星图像 能让我们瞬间感觉到自己身处在火星表面上